双方还在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确实两边都是控场级选手 确实都不太敢这种 有两个容颜分都分不清谁是谁的 这边是选择琴的扫把先飞出去 好的被抓了一个带赢斗篷 然后冰住了 这边是被冰住 然后是上的冰粉吗 应该是上了冰粉 这边我们看到双方啊 这里耗的是很严重 这边小阿飞还是有绝对牛逝 那么对方是已经没有MP了 这边没有磨了 只能是被对方憋在角落里 这个也是法师的职业 但是他之后要面对的是 孙亚龙跟鞋这两位 非常强烈的职业 非常强烈的选手 那么看看鞋 还有一个分身交锋管制 挑衅 重挑衅了 是哥布林重了挑衅 一个雪峰腿 哥布林都出了两个miss 没错 这个很没有天理的 挺郁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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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 太后掉了哥布林 是一个情乐园 雪峰腿跳出容颜 可惜 对手抓了一个弱点 这边阵已经步得差不多 自己也不着急冲 对 这个金刚瑟士打在那山羽上 哥布林又在观望 啊 哥布林 我刚才是看到哥布林 露露了一锤子 好 现在时间 还剩下50秒 现在这个小阿飞也就是 多么之数的血量还是有优势 如果双方再这样耗下去的话呢 对鞋是比较不利的 鞋现在也是非常的着急 找不到这个 打不开这个局面啊 没有办法 毕竟是对方这样一个直接不肯进身 这边换上了雪峰铃之转 啊 想一个撒网 但是对手是 站在这个绝佳的位置 好的 可惜啊 这边 一个拍砖接的一个 街头风帽是没有能够连上 啊 直接进容颜了 不想那么多了 啊 对方是一个 是一个高跳后的旋转上吧 这边是 是为了争取时间使用的这一招 这个赚得有点久啊 这个有点猥琐 这个有点猥琐 非常的猥琐 好的 那么是孙亚龙 孙亚龙对位压轴 最后上场 看看孙亚龙来如何对付这样的一种 打法的魔道 刚才是一个五三段 看这个对手 撞了一个正着 好的 是一个漂亮的破军 看一下 啊 对手是刚才是没有魔法盾 加了孙亚龙 好漂亮 孙亚龙这边是完全是把对手压着压制在角落 对方现在是开出了魔法盾 脚下踩的是熔岩 那么 孙亚龙这边猛龙 猛龙和换一件我的CD 刚才是破极冰日的buff已经消失了 那么会不会选择再开一个 好的 这边直接是一个猛龙取消 很可惜对手是一个倒草人跳到身后 唤起了巨箭 牛巨 好 一个离鬼 然后扯了一个猎坡 扯了一个猎坡 好 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孙亚龙 这比选手对战这种 这一种高强度的这种魔道的时候 还是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沉稳 没错 那么这边的话KO团终于是获得了第一份 好纠结啊 非常纠结 非常的纠结 这把孙亚龙确实 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好 不如 我觉得如果要排这个出场顺序的话 我觉得不如把孙亚龙放在这前 对 应该来试一下 给他状态确实是 我觉得两边都是魔道 我们看到是学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觉得可以把魔道稍微考虑往后排一下 孙亚龙就属于那种越战越勇情的选手 好那么现在的话KO团是1比0 1比0 1比0 先取了一分 孙亚龙也是逢时按下的准备 然后有两个人取消 果不其然 但是这边是选择让状态极佳的孙亚龙 算先出马 哎呦 这边他的发挥 白手 白手对这件元素 好 好 是 感谢观看